女人把汽车推下悬崖 里面还坐着两岁的儿子 她为何做出如此疯狂的举动 事情还要从一天前说起 女人名叫小美 开着新买的豪车 带儿子出去办事 路途遥远 儿子渐渐表现出不耐烦 小美只好一边开车 一边回头哄儿子 为了安抚她的情绪 小美打开了车上的音乐播放器 试图转移儿子的注意力 谁知车内的智能系统一打开 显示出数据记载 有个110斤的人曾坐过此车 小美纳闷了 这辆车刚买没多久 本就没载过多少人 这110斤的人是谁 小美转念一想 不会是丈夫背着自己找其他女人了吧 她赶紧拨通丈夫的电话 没想到对方不仅态度敷衍 可她没说几句就挂断了电话 小美凭借女人的直觉 预感不妙 丈夫肯定有情况 而且现在他们俩肯定就在一起 想到这里 小美一个刹车踩到底 立马调转车的方向 决定即刻回去到现场抓包 什么要办的事都得搁一搁 然而导航提示 前方的高速路口出现了事故 暂时无法通行 小美只好选择另一条偏僻的山路港回家 很快夜幕降临 后排儿子开始闹腾起来 小美为了安抚她 就把自己的手机丢给她完了 下一秒车头传来一声巨响 像是撞到了什么东西 小美赶紧下车查看 是一头山路 女人强忍住不适 鼓起勇气把尸体搬走 但山路的重量可想而知 小美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也才挪动了一点点 正当她焦头乱额的忙碌时 车里的儿子正在手机上乱点 一不小心就打开了车的遥控系统 并设置成了金库模式 警报声瞬间响起 车窗全部自动关闭 车门从里面上锁 将小美锁在了车外 这可如何是好 小美着急地返回车边 试图阻止这一切 但为时已晚 这是一辆号称全世界最安全 最智能的超级汽车 如果从里面锁死 就会像金库一样坚硬封闭 没有安全漏洞 然而就是这个功能 让小美二岁的儿子陷入危险 手机在儿子手上 但二岁的他显然不知道怎么解锁 也没意识到自己的危险处境 纵使小美在外面喊破喉咙 儿子也听不到 依然自顾自地低头玩手机 心急如焚的小美 只能疯狂地拍打车窗 儿子受到惊吓 手机从手里掉落下去 这下从内部解锁的希望泡汤了 小美搬来石头准备砸碎车窗 没想到这个是中国产的防弹玻璃 根本破坏不了 反而把儿子吓得崩溃大哭 小美好不容易哄好儿子 开始另想办法 她看到远处有微弱的灯光 结果走近一看 才发现只是一个小型发电站 小美在围墙外高声喊了半天 也无人应答 她只好翻进去 在室内一通乱找 可惜能用的只有一个手电筒 和一个大扳手 小美返回后爬上车顶 用扳手猛砸天窗 然而即使她砸到筋疲力尽 窗户也一点是没有 疲惫不堪的小美只能先把儿子哄睡 然后爬上车顶躺下休息 她反思着今天的行为 觉得自己太冲动鲁莽了 想着想着小美就睡着了 等她醒过来 已是日上三单的第二天中午 想到儿子的小美猛然清醒 赶紧跳下来查看儿子状态 由于车内温度飙升 儿子脸上已有明显晒痕 小美立马脱掉外套 遮盖住天窗 但她知道这只能是缓冰之计 如果不尽快想办法把儿子救出来 儿子将会被活活晒死 车内温度依然在上升 宛如一个大烤箱 现在儿子已经陷入昏迷 祸不担心 这时跑来一只野狗 虎视眈眈的盯着小美 下一秒直冲她狂奔而来 小美只好快速躲进车底 幸好山路尸体吸引了野狗的注意 小美这才逃过一劫 然而下一秒问题又来了 野狗把山路尸体拖走后 车子开始向后滑行 原来之前小美下车时 忘记拉手杀了 她赶紧爬出来跑到车后 用身子抵住车 万幸的是 车后轮扎上了一块石头 这才暂时停下来 小美终于松了一口气 但也深知目前形势依然严峻 一辆车从悬崖边掉落 里面还有一个二岁的小孩子 母亲亲手把车推下悬崖 不怕儿子葬身于此吗 几分钟前 儿子被困在车内已经几个小时 看着晕过去的儿子 小美着急地扎心脑肺 她走到悬崖边向下望望 发现并不深 于是产生了一个疯狂的想法 把车推下去 或许能在撞击的作用下打开车门 从而救出儿子 高温炙烤下子在车里坚持不了多久 事不宜吃小美得赶紧行动 然而唯一的工具在野狗旁边 面对凶恶的野狗 小美爆发出撕心裂肺的喊叫声 成功下退野狗 她拿起扳手敲掉了车轮下的石块 然后慢慢推车 车子在一点点的往悬崖边移动 没过多久就翻过边缘掉了下去 这辆豪车不愧是智能的 在失重情况下智能系统迅速打开 调动车的平衡系统已调整车身 同时打开了防撞系统和避震系统 随着一声巨响 车辆终于落地 小美赶紧下去查看 索性儿子在车的保护下安然无恙 依然毫发无损地躺在椅子上 这时车把手的灯亮起 代表车自动解除了金库模式 小美立马打开车门 坐上车开始驾驶 她现在只想尽快把儿子送医院 但处于这荒郊野外的谷底 根本没路可走 小美绕了一圈 看到眼前的斜坡 决定狠心赌一把 随后就开启了越野模式 一个油门踩到底 车子冲上斜坡 豪车就是厉害 直接撞破挡路的石头 一往无前 然后稳稳地落在山路上 最后小美赶到医院 在医生的抢救下 母子平安 儿子脱离危险状态 重新展开笑颜 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导演也没告诉我们 当初致使小美掉头的丈夫 到底有没有问题 这部电影鸣叫 绝境逃脱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有孩子的在车上装安全座椅 是多么重要